三国两进南北朝这段历史真的是太复杂了 很多老师他会讲得很清楚 其实有一些历史书上讲得也都很清楚 但是像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或者是业余爱好者 可能看到几遍了还是搞得就是一脑子降服 有一些小政权包括这些政权中出现的人物可能都记不住 有时候还会记混乱呢 三国的时候感觉都已经很乱了 当然三国演义很出名呢 然后很多人老老少少啊 也都能了解一些里边的一些人物故事 西晋三国之后是西晋 西晋王朝西晋可以说是统一了统一了中原 没几十年这个西晋内部啊就是不和谐 这里边的这个王那个王都是他们司马家的 斗来斗去啊导致了八王之乱 结果你这样一斗来斗去内部空虚啊 实力大减 北方啊西北的这些少数民族就要 寄规中原呢都是想就是说逐鹿中原 这些少数民族建立了多个政权 然后匈奴族 他是攻入了洛阳就是西晋的首都 把这个进怀地吧给俘虏了 然后西晋呢他就扶持一个另一个房地逃到了长安 结果这个薰农啊他又攻进了长安 又把这个皇帝给俘虏了 当然最后把这两个房地都给杀了啊 其实这段历史也是挺悲惨的 简直不亚于北宋时候的靖康之耐呢 真的是特别的惨 然后西晋灭亡之后呢 晋朝的宗室司司马瑞逃到了这个南京 建立了东晋 在这一段时间内 北方啊真的是各大少数民族啊 主要是匈奴鲜卑结底腔 这五个大民族啊 他们真的是 你方畅霸我登场啊 也互相打 然后 争权夺利啊 然后在这有一段时间的话是前秦 低族的 他们是 基本上统一北方了啊 那个时候 南方就是东晋嘛 东晋王朝已经建立了 前秦的这个福建 他都想统一南方啊 就去攻打东晋 在肥水之战的时候 结果打败了啊 肥水之战 东晋那边是谢氏家族领导的呀 谢玄领导的 什么北府军之类的 结果这个前秦都败了 没有打过 然后在这之间 这个北方真是乱七八糟的 什么前淹 后淹 这个后淹呢 就是天龙八糟里 慕容父他的祖先呢 慕容锤创建的 这个慕容锤的他儿子呢 叫慕容宝 特别的乱 这个慕容锤的爹呢 叫慕容晃吧 他们当时是 慕容晃还属于是这个 他们还属于前淹 就是前淹跟后淹 都是他们慕容家 其实他们都是亲戚吧 然后前淹没了 最后慕容锤又建立了后淹 我感觉这一段让我讲 我已经都糊涂了 然后再后来呢 就是北方的话 又来了一个 拓拔县碑 其实跟慕容县碑 他们都是县碑啊 但是他是不同的部落 北魏的话 有一段时间统一了北方 统一了北方之后呢 也是没多久啊 也是发生了内乱 他们这个北魏就分成了西魏和东魏 又没多久呢 东魏又成了北齐 西魏又成了北州 最后呢 又北州把北齐给灭了 这个北州呢 也没多久又被这个阳间给篡夺了 建立了隋朝 等于是北方啊 是这个隋朝统一了 然后南方呢 在这期间哈 在这个北方这个各种手说明的大乱斗的时候 南方呢 东晋 也没了 然后又出现了四个这个朝代啊 都是建都在南京啊 叫南朝宋 南朝齐 南朝梁 南朝成 他们这四个朝代也是 这个完了 那个上场 每一家都是几十年呢 当个几十年皇帝 被下家推翻 到陈朝的时候 北方就是隋朝统一了 然后 隋朝就开始发动 珍南大战了 就是统一中国的大战 把陈朝给灭了 所以隋朝就统一了中国 统一了中国也没多久 然后又被唐朝给接替了 成了这个大一统的唐朝啊 其实这一段是真的是好乱啊 其实他每个朝代 你包括南朝 宋齐良城 这每个朝代都是很复杂的 南朝 比如说梁武帝的时候 南朝 南朝梁的时候 梁武帝 他那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侯景之乱 侯景是东魏的大教 他是逃到了这个南朝梁啊 结果呢 就是这中间出了一些问题 他觉得这个梁武帝会出卖他 所以他就鲜花之人啊 带人带兵啊 攻打 建康啊 结果这个导致了历史上 南京历史上第一次被屠城啊 也是很惨的 这中间的各种故事真的是太乱了 这个北方的 东晋十六国这几个小政权 真的是 哎呀以前我是看那个蔡东帆的 《力朝通俗演绎》 感觉有时候都是跳着看的 有时候真的是看不进去太乱了 这个什么北凉西凉 前秦什么后秦乱七八糟的 真的是太乱了 现在其实 其实网上 有一些人讲的话也是挺那个的哈 就是你有时候你听到怪那个的有时候理不顺 他这个时间点都乱得要命 有时候他有时候他北方的有时候不是说像这个南朝一样 你这个灭了才有下一个 他有时候都是同时存在的 可能那个什么北齐 北周 然后又什么东魏西魏 他有时候他不是 接的他那个时间点 衔接的不是那么紧 所以都导致特别乱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对学习这个历史啊 有什么研究啊 反正我是感觉到一团一团降伏 你就包括这个燕果前燕后燕这些人我都记不住 什么慕容伟 然后慕容晃 慕容骏 慕容锤 慕容克 他这些慕容 然后慕容德 他这个慕容家族那时候真的是英雄辈出啊 有一些人真的是还上了这个唐朝和宋朝的这个 几十大武将之一啊 都是 无论在这个文化上还是在武力上都是很牛的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